三 二 一 起 開球 投球掌聲鼓勵 但我覺得應該剛剛他們都還沒上來的時候 我應該自己站在上面練習一下 因為那個距離感畢竟跟從旁邊看的不一樣 即便我拍戲面對那麼多鏡頭 但是站在投球球上面的那個心情會不會不同 落地了 落地彈一下也進去了 我本來想說一樣應該可以到吧 結果真的比自己想像中的遠距 有稍微動一下 對 把協調性找回來 因為我以前是排球的小朋友 所以他的攻擊的那個協調性跟投球的旋轉 其實有一點點接近 那只是剛才很明顯就是身體 身體的意識有道 可是手的肌肉跟不上 所以球位一直往旁邊看 剛剛投了一個身卡一個卡 我怕我怕牽出去 怕說不準去那裡真的去那裡 我怕牽出去 他們就說有在練喔 有時候你有在打球嗎 對 以前體驗的 那我們以前我們班蠻多 陳冠任我們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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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班的 就是那個大學同學同班 那個時候我們班還有黃浩然 黃浩然也是 然後戴琪 郭戴琪也是我們班 對 來到這邊還是會有一種觀眾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最不同的是站上投手球 那個視野跟你的餘光都是看到 整個觀眾坐在面對你 然後到你要focus在那個捕手手套裡面的那個意識 就是你的專注力要非常好 所以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 所以我們也可以想像得到 一位投手要站在投手球上面 投球的那個專注力跟鬥志 包括你的你的穩定性 除了平常練的肌肉協調 我們具備的一些球走之外 我覺得那一份心理素質 真的會讓人竹籃起敬 請 大家好我是邱澤 忠信兄弟加油 大家好